后疫情时代最大的时尚盛世Fashion Zoo 2020时尚江年华9月3日于上海正式开幕 当晚众多明星也是以时髦的装扮清零现场驻镇Fashion Zoo开幕大秀集红盘之夜 先来看看他们当晚的装扮吧 昨奥捐以一席黑白印花裙轻轻亮相 而安月希也选择了白色小波点裙性甜甜美客人 强动越动抹胸上衣搭配短裙的造型则是裤劲中有不失女人外 而蔡卓仪则大秀美腿谋杀了现场无数飞领 相比小花们小鲜肉们的装扮则更为出跳 光红无锡则都选择了黑色轴装各有各的酷帅 而管越的一头蓝发搭配白色西装果然十分吸睛 而丁飞俊和王博文则一如既往的大走清新绅士饭令人眼前一亮 弯动组合月月木子杨则起其上演眼镜沙帅气指数爆表哦 大家真是各领各的时髦满分 现场不少人也分享了自己的时髦理念 首先今天特别开心来到时髦圈 然后因为今天听说是很多元的 有美妆时尚美食的一个大party 然后我自己本身还是特别期待的 希望今天能学到东西 然后跟大家一起观看一场非常好看的秀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会比较注重舒适感 然后在舒适感的同时会进行一些小配饰的搭配 然后会显得整个搭配更加的有层次感 我的话我比较简单就是我喜欢一些素色的搭配 然后一个身上可能就一个重点 像今天可能就是外套会是比较我的重点 其他都是还是走这种素色的风格 然后强调就是外套它的亮点这样 据悉这场从时尚艺术音乐文化科技五大维度 打造大型规模的时尚盛事 发生素2020以爱上世界 从未停止为本年度主题 探索我与地球的关系 关注爱与平衡的未来时尚 现场众多潮流艺人不仅分享了自己的时髦态度 也特别安利了各自近期的作品 粉丝们都记得关注起来哦 接下来应该很快会跟大家见面的是一部古装剧 叫做《饕贴记》对就是又演了一个很神奇的物种 就不是人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还要进组拍摄另外一部戏 里面有一部《江云娇的想象子》和《一片冰激在玉湖》 都在准备带播之中 就是现在穿盔甲的少女正在热播 然后里面可能饰演的人物性格跟我以前 给大家塑造的形象都不太一样 那如果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去看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部电影《月版爱丽丝》 应该是在明年都会和大家见面 最近在筹备新专辑 然后在十月份可能会进到剧组去拍戏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小白红布文》 谢谢大家 谢谢 因为最近发了新歌嘛 叫《与我有关》 然后之前有一首新歌叫《春夏秋冬春》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接下来也是继续会在音乐上面有一些作品吧 然后会跟大家见面呢 对 应该在这个月就会有自己的作品能够发送出来 然后跟大家听到也希望可以听到大家的反馈 因为这一次的最先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歌曲其实是 这风格我之前没有尝试过 我觉得大家也会觉得我唱这个风格的歌会挺意外的吧 就是我们最近我们团在筹备新的音乐EP 其实Wonder最近刚刚发了专辑大家都知道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可以说吧 我们会有一个后面后续的演出的计划 就说这么多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必须支持了上海报到